美眉评选2023-2024赛季 NBA百大球员排名 快来看看你喜欢的球星有几人上榜 Top9是凯莱布 马丁 如果只看马丁常规赛的表现 他肯定不是联盟前100的球员 要知道他在黄蜂的两个赛季里 基本上连替补打得都很勉强 但作为今年热火黑巴奇迹的重要成员 马丁在季后赛的实力表现 绝对能够排进联盟前100里 尤其是在东部决赛打开尔特人的系列赛里 马丁一个人就投进了22级3分 3分球命中率高达48.9% 下赛季马丁在热火的战术地位 和球权肯定要比之前几个赛季重要得多 Top89哈里森 巴恩斯 巴恩斯这两年在国王的战术地位 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了 上赛季巴恩斯只能是球队里的4号得分手 下赛季很有可能就掉到第5了 但巴恩斯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全能的小前锋 他的防守和三分球 对于球队的提升都非常大 尽管他上赛季后赛表现拉快 下赛季他依然还会是国王队的首发球员 实力排进前100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Top88哈里森 卡鲁索 说实话上赛季公牛的战绩 可以说是拖累了卡鲁索 上赛季卡鲁索入选 NBA常规赛最佳防守一阵 并且他的各项防守的高阶数据 基本上都是排名第一的存在 虽说他上赛季场均只有5.6分 但卡鲁索的作用并不是数据能够提现的 只要他在场的时间 公牛就是能处于赢分的阶段 要不是公牛战绩实在太差 不然他很有可能会成为上赛季的最佳防守球员 Top87奥斯汀 李福斯 李福斯上赛季自从全明星赛后 简直和之前判若两人 他仿佛一下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打球方式 尤其是季后赛期间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4.3% 李福斯完全顶替了拉赛尔 成为了球队第三号人物 但也有球迷说 李福斯完全是吃到了 詹姆斯惊天一跪的红利 但无论怎么说 李福斯的进步是有的 下赛几乎人的后卫线上并不富裕 所以李福斯肯定会有更多的球权 Top86博洋 伯格达诺维奇 博洋的实力自然不必多说了 他是一个纯得分手 在场上的唯一目的就是砍分 而且博洋还是一个高效的得分手 他的出手数其实并不算很多 但上赛季他还是能够砍下 场均21.6分的数据 完全变成了活赛队的大当家 如果单论他上赛季的表现 博洋完全有近前50的实力 但下赛季 活赛的壮人狼坎宁安 商与回归 再加上今年活赛的五号秀 奥萨尔 汤普森 博洋的球权肯定会下降不少 Top85结论 格林 格林上赛季虽说场均有 22.1分 3.7篮板 3.7助攻的数据 但看过火箭球的球迷 应该都清楚 火箭圈员基本上都是乱打 格林的数据 完全是靠出手术刷上去的 他现在的进攻选择非常混乱 所以火箭才签下了范乔丹和迪龙 为的就是教教这帮年轻人怎么打球 下赛季格林的数据有可能会下滑 但能够学到真本事就不亏 Top84肯德维尔 波普 波普是所有球队都喜欢的那种类型 有防守 有对抗 还有三分 并且上赛季 波普在约基奇的体系之下 三分球命中率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联盟前五 而到了季后赛上 他的三分球虽然有所下滑 但谁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 波普现在就是联盟里最好的三地球员之一 只是他的产量并不高 而且波普下赛季也已经32岁了 如果不下滑就不错了 Top83尼布拉 武切围棋 上赛季武切围棋常规赛数据 场均可以得到17.6分 11篮板和3.2助攻 并且打满了82场常规赛 你光从数据上来看 武切围棋是一个相当好的中锋 但他要真的这么厉害 公牛的战绩也不至于这么差 但其实上赛季当他在场的时候 公牛每百回合要输4分 他的进攻也不算多高效 防守这块可以说是漏勺 下赛季武器能不能继续呆在公牛 还得两说 Top82凯文 赫尔特 赫尔特上赛季在国王 打出了他职业生涯的最佳战绩 常规赛场军可以得到 15.2分 3.4篮板和2.9助攻 三分球命中率为40.2% 成为了国王队外线最准的火力点 虽说他几乎在拉胯 防守谁也防不住 而且三分球命中率直接掉到了20% 但他毕竟还年轻 以后路还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Top81贾瑞特 阿伦 说实话上赛季阿伦的表现 让球迷十分的失望 他在前年还能进全明星 但上赛季 他常规赛表现只能说是一般 季后赛 他和莫布里两个人 让尼克斯的米切尔罗宾逊 一个人给收拾 仿佛更不会打球了一样 防不住人 也抢不到篮板 但毕竟他才只有25岁 经过上赛季的教训之后 新赛季 阿伦绝对要比之前强得多 Top88敌 谢尔德 谢尔德在这些年里 他一直都是联盟里的精英级射手 从来都没有跌出过前五的位置 上赛季谢尔德常规赛 三分球命中率可以达到42.5% 这是一个相当夸张的数据了 要知道 他可以保持着高命中率的同时 他的三分球产量也很高 但谢尔德只是能得分 他的防守有大问题 不然他的排名将会更高 Top79雅各布 普尔特 很多人可能这名球员都没什么印象 其实普尔特虽然看起来笨重 但其实他的脚步移动速度 在中锋里算是比较快的了 普尔特是一个传统的白人大中锋 他的低位 背身技术非常不错 而且他有很高的高度 防守端的贡献也很大 总结来讲 他是一个十分全能的球员 Top78月时 吉迪 上赛季吉迪的进步是十分大的 主要还是他的球权变多了 而且他的进攻更加的合理 下赛季 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但可能并不是呈现在他的数据上 因为下赛季 雷霆去年选的网野 切特 霍姆格伦 已经商与回归 霍姆格伦是目前雷霆的重点培养对象 吉迪可能得不到像上赛季的一样的战术地位了 Top77贾登 麦克丹尼尔斯 如果你不是森林郎的球员 你可能对他没什么印象 贾登目前是森林郎的非卖品 他的防守能力非常恐怖 他有成为最佳防守球员的潜力 并且贾登的三分球也很准 上赛季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39.8% 未来有可能成为一名超级3D Top76托比亚斯 哈里斯 自从托哈签下了5年1.8亿的顶星合同之后 他就成为了高薪低能的代名词之一 托哈奖道理 他的实力是没问题的 场均也有20分左右 但是他真不值这么多钱 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 他的战术地位一直在下降 上赛季他场均得分还不到15分 新赛季 他的表现可能会更差劲 但由于哈登可能会走 哈里斯如果球权上涨 他还是有机会打出水准的 所以才把他排在这个位置上 阿尔 阿尔 我可以做了一件事 我可以做了一件事